这个捉死的魔术师为了登上热搜 竟然嚣张地来到监狱主动要求蹲大佬 因为他要表演的是监狱逃脱术 只要监狱长让他坐牢 他就会奉上一大笔钱 起初监狱长还有点犹豫 你又没办法我可不能滥用职权 魔术师赶紧言语侮辱 你这个耸包闹种肯定是你的监狱很垃圾 根本关不住人 有种就放你爹我进去检测一下质量 得累 侮辱公职人员 现在可以抓人了吧 只要你抓我 我还让你打一拳出出气 绝不追究 像这种欠出的要求 监狱长这辈子都没见过 他终于忍不住了 果断一记诱狗拳 让魔术师知道犯贱的下场 随后监狱长收遍魔术师的犬身 并以扰乱治安罪 将其关进了最坚固的单人牢房 可他万万没想到 魔术师竟然把开手道具 藏在了自己的喉咙里 所以结果是 魔术师成功脱逃 一战成名 后来他还成了全世界最伟大的魔术师 没有之一 一生之中创造了很多后人无法解密的绝世魔术 被权贵们追捧 更是各国政要的座上兵 他的全名叫做哈利·胡迪尼 胡迪尼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一个犹太人家庭 父亲是个犹太教士 有点类似于神父 但在1886年 胡迪尼四岁时 胡夫因为得罪权贵 举家移民到了美国的威斯康星州 所以 胡迪尼从小过的就是苦日子 卖过报纸 当过插鞋筒 他和弟弟小时候很喜欢看街头魔术 有一次 在看一场窄人魔术时 胡迪尼被选为了幸运观众 配合表演 这让胡迪尼开始琢磨 他有没有可能 也靠遍魔术挣钱呢 胡迪尼是个行动派 说干就干 很快 他就自学了一些入门魔术 开始了街头卖艺生涯 胡迪尼很有天赋 表演相当成功 大家见到这么懂事的小海哥 打赏起来也比较大方 胡迪尼也因此挣了不少钱 但他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 有了钱大吃大喝 而是一回家 就全数上交给了老妈 谢谢 是真实的 他们还有另一个 我听到了 是魔术 属于暴金兵了 这事 可把亲妈高兴坏了 为人父母 生平最近性的莫过语 别人生的是讨债孽中 我生的是报恩神童 投资只需几口奶 富力分红一辈子 胡迪尼之所以如此孝敬老妈 是因为胡妈从小就一直鼓励她 胡爸就不一样了 对那代胡迪尼总是不苟言笑 当发现胡迪尼挣的钱比她还多时 胡爸更是觉得自己的地位被儿子挑战了 而且糟糕的是 胡爸因为来美国这么多年 还是学不会英语 犹太教掌决定要解雇她的教室工作 家庭的困窘 使得胡迪尼早早就错了血 在小地方摆她卖艺也不可持续 于是在12岁时 胡迪尼便背井离乡自摸生路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父亲的冷酷 促使了胡迪尼想要逃离家乡 他发誓绝不能像父亲那般鹿鹿味 离开威斯康星州后 胡迪尼摆在一个魔术师门下 这天师傅给她表演了一首漂浮美女 师傅有点东西 但胡迪尼天赋很高 并不满足于学一些烂打机的魔术 便问师傅为什么不表演最有难度的徒手抓子弹呢 没想到师傅听后非常生气 冲着胡迪尼大发邪火 因为他的儿子就是因为表演这个魔术 出现意外暴投身亡 而开枪的人真是他本人 一说起这永远的痛 师傅就哭得替势横流 但胡迪尼却说师傅是在骗人 因为这个误杀尔士的故事 他在一个魔术大师的书里面看到过 师傅根本就是水平不够 所以才便瞎话来唬他 被拆穿了 搞得师傅有点尴尬 不过他告诉胡迪尼 那本书里的故事是假的 魔术都是骗人的 最厉害的魔术师 也是最厉害的骗子 师傅的话直击本质 魔术就靠一个骗子 这种底层指导思想 给年幼的胡迪尼也种下了深深的根基 他把自己始终定位成一个骗子 后来学到一些精髓后 胡迪尼便辗转前往了纽约布鲁克林 在街头表演魔术 这时胡爸已经去世 胡迪尼跟弟弟合作演出 也是在这个时期 胡迪尼遇见了一身自爱 贝斯 贝斯是个歌舞演员 碰巧来此地演出 扔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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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着胡迪尼热情丝火的追求 认识没几天 贝斯就答应了求婚 两人散婚结为夫妻 这可把贝斯的老娘给气疯了 因为贝斯家是天主教信仰 怎么能和一个犹太人配对呢 贝斯被赶出家门 只能跟着胡迪尼走学卖艺 有了贝斯 胡迪尼还想出一个 大便活人的魔术 这个魔术需要有人 能塞进箱子里 但弟弟个头太大 没有办法塞 贝斯的个头刚好合适 于是贝斯就替代弟弟 成为了胡迪尼的搭档 为此兄弟俩还闹了矛盾 后来胡迪尼又开发了手铐 逃脱魔术 但这些魔术都比较容易破解 胡迪尼每次表演完没多久 就会出现一大票的魔防者 尤其是弟弟 专注于走在只魔防我哥 绝不创新的路上 胡迪尼意识到这样下去可不行 他必须要拥有自己的货尘盒 提高魔防难度 胡迪尼决定捕一把 拿出所有积蓄 请记者宣传 加贿赂监狱上玩类自前所未有的监狱逃脱 结果就是狠人胡迪尼 把开索道具通过藏在喉咙里 完成了华丽的监狱逃脱 之后 胡迪尼继续挑战各大监狱 屡战屡胜 红遍纽约 胡迪尼知道他要抓住这股趋势 继续升级噱头 扩大影响力 这就意味着他需要更精妙的道具 胡迪尼开始物色 比较有想象力的道具师 没想到天助他也 在街边小店 胡迪尼认识了一个叫吉姆的小伙 这家伙非常能鼓刀各种道具 并且还是胡迪尼的狂热粉丝 Jim 你认为你能够做一个鱼鳅吗 Sir 你能够我拿出一个锅子吗 竟然连胡迪尼最想表演的魔术都知道 面对这样的应聘人员 胡总当场就拍板录取 于是 在吉姆的帮助下 胡迪尼又在芝加哥 进行了一次地狱难度的牢笼逃脱 他将要自身裸体 全身锁满镣铐的情况下进入监狱 而且这个监狱长非常老辣 连胡迪尼的嘴都用胶布给封了 但这次胡迪尼的猫腻 并没有藏在喉咙里 反而藏在了最明显的手指尖 谁也没有注意到 胡迪尼竟然有六根手指 胡迪尼这次请逐了媒体刀场 再配上这几具视觉冲击的 六靠裸男作封面 他一跃成为了全民话题人物 轰动美国 发达之后 胡迪尼第一时间就孝敬了老妈 移动大别墅 加配黑管家伺候 只是胡迪尼因为忙于演出 并没有什么时间陪伴母亲 但胡妈还是淫麻辣 对此的心得是 一定要鼓励孩子 鼓励孩子 鼓励孩子 孩子长大发达了 就会狠狠回报你 如果打击孩子 就会像胡爸一样 死了还要被胡迪尼记恨 如今的胡迪尼 已经成为了大众眼中的最强魔术师 但他本人并不接受这个名头 更喜欢称呼自己为逃脱艺术家 毕竟他最拿手的还是极限逃脱 于是胡迪尼又和吉姆 开发出了一套传奇演出 水牢陶托术 他把自己的脚踝 用夹锁牢牢锁住 然后全身倒挂 进入灌满水的行箱之中 这意味着如果出现意外 胡迪尼就会溺水而亡 为此他还特别请来了消防队 以防万一 随后激动人心的祭祀 正式启动 两分钟过去后 胡迪尼没有出来 人们还坐得住 但当超过三分半 大家就有点胆战心惊了 因为这几乎是人类的极限 全场观众纷纷晶坐而起 要求消防队赶紧破墙救人 这下节目效果直接拉满 同行都无法拆解 更不敢强行模仿 因为这真是拿命万大 胡迪尼因此名扬全世界 收到各国皇室的邀请 即将前往欧洲进行巡演 结果这个可以接触皇室的机会 被美国特勤局给看上了 原来美国和英国因为渊源深厚 早就联手组成了同盟 在提防新兴的德国 担心德国会挑起战争 所以他们找到了胡迪尼 希望他能给英美当间谍 在为皇室演出的过程中 打听有用的消息 这个任务相当危险 但胡迪尼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因为他看到的只有荣誉 胡迪尼是个冒险成瘾的人 觉得做间谍和表演魔术大差不差 反正都是要保密 所以挑战一下也无妨 只是这半夜跑出去 跟街头人见面 搞得老婆贝斯又有点怀疑 他是不是外边有人 遭冤枉的胡迪尼 又不能说实话 只是不断地让老婆相信他 自己真的没有 贝斯自然没有情信 心里种下了一颗猜疑的种子 不久后胡迪尼抵达德国 为德皇威廉二世提供专场演出 但以前演过的那些魔术 都不能引起德皇的兴趣 为了不辱使命 胡迪尼决定表演 徒手抓子弹 这个危险的魔术 其实还并未经过多次演练 但见到险上不得不乏 胡迪尼用的是老式步枪 需要先筛火药再筛子弹 他向德皇借了一名神枪手 在神枪手准确命中的空把 确认枪没有问题之后 再次塞上火药和子弹 让神枪手改成瞄准他开枪 胡迪尼表示 他不仅会毫发无伤 还要用牙齿接住子弹 搞得神枪手都有点慌 这货毕竟是名人 如果被自己打死了 那岂不是麻烦就大了 胡迪尼竟然真的毫发无伤 德皇全家都被震惊到了 像他们这种阶层 还能满足他们情绪价值的表演 举世难寻 因此德皇非常满意 之后对胡迪尼领域有加 还邀请他观摩了骑兵演习 在过程中 胡迪尼偷听到一些信息 德国正在加紧制造战舰 取名为斯律芬计划 十有八九是在秘谋开战 耶美高层收到情报后非常开心 让胡迪尼再接再厉 但贝斯却忍不可认啊 因为胡迪尼不是半夜偷偷跑出去 就是收到一些明显是秘语的信件 贝斯逼问胡迪尼 到底在搞什么幺蛾事 无奈的胡迪尼只能说出实情 很快 胡迪尼就赶赴了下一站 俄国皇宫进行专场表演 这场魔术是精心定制的 胡迪尼让沙皇全家 都在纸条上写出自己的愿望 然后他将纸条收集起来 再随机让一个公主抽出 胡迪尼并不懂俄语 不知道写了什么 并让皇后帮忙翻译 皇后说 这张纸条的愿望是 有人希望克里姆林宫的终身 再度想起来 沙皇当即表示 这绝无可能 因为克里姆林宫的终身 已经数百年都没有想过了 拉绳早已腐坏 连上去的梯子都没了 但胡迪尼却自信地说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接着胡迪尼表演了一个小魔术 用手帕变出了一根拉绳 然后请公主过来配合表演 这下搞得撒谎都以为 祖宗献明 当即下跪行李 胡迪尼取得了撒谎的信任 还被邀请共进晚餐 这让他探听到了不少消息 撒谎有意与日本开战 但俄国社会动荡不安 贸然开战 恐怕胜算很低 街头人得知情报后非常满意 但他更好奇的是 胡迪尼是如何敲响那个钟大 胡迪尼黑黑一笑 他当然不可能是神仙 原来敲钟的愿望 是他早就准备好的 他故意让公主挑选 趁机掉了包 钟声是如何响起的呢 多亏吉姆的枪法准 胡迪尼早就让吉姆 架好了消音聚集枪 只要公主拉一下绳子 吉姆就会打一枪 所以魔术一旦被揭秘 便会了然无趣 而街头人觉得 胡迪尼既然这么能干 他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 街头人收到消息 在伦敦德国大使馆的保险柜里 有一份斯里芬计划的副本 不知道胡迪尼能不能搞到手 因为胡迪尼接下来 正要去伦敦的剧院表演 那么他就可以在表演期间 实施偷盗计划 这样将会有完美的不在场阵轮 这个计划听得就很离谱 但天生就爱做事冒险的胡迪尼 又答应了 伦敦演出当天 在表演开始后不久 胡迪尼就已经逃出了保险箱 吉姆告诉观众 保险箱的氧气最多只能撑十分钟 这意味着胡迪尼必须在十分钟内赶回来 所以胡迪尼是一路跑酷翻墙 飞进了德国大使馆的阳台 进入大使办公室 找到保险柜后 老开所将胡迪尼 竟然发现保险柜没上锁 于是胡迪尼笑嘻嘻地溜了进去 顺利找到了文件 但不妙的是门外来人了 胡迪尼只能赶紧躲进保险柜里 来人正是德国大使 老当硬壮 带着个身材火辣的妞准备加个攀 德国大使忽然想起保险柜忘关了 于是哐当一声 就把胡迪尼锁在了里面 胡迪尼顿然心头凉凉 这么小的保险柜 能储存的氧气是很少的 另一边表演时间越来越紧张 观众们变得非常焦急 被试也相当烦躁 因为今天是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他觉得胡迪尼肯定是忘了 此时的胡迪尼正在疯狂自我催眠 我是最强大脑 我是最强大脑 拼命回想保险柜的索性结构 幸亏在这时 老当硬壮的大使 也觉得在办公室不好办事 决定带着妞回房工作 最终 胡迪尼凭着烧干大脑CPU 加运气爆炸 侥幸套开了精密的保险柜 回到剧院的时候 吉姆已经架不住观众的呼声 撬开了表演的保险柜 指尖里面摆满了玫瑰花 A letter Is that addressed to my wife? Mrs. Houdini Mrs. Houdini 接着 胡迪尼开始生起事爱 还送了老婆一串满转项链 庆祝十周年纪念日 不过羡慕之后 贝斯却立马翻脸一番书 Ah that was swell honey That was a surprise That was all for you No No it was not for me It's never just for me It's for them It's for the act It is always for the act And you and I both know it Harry No 贝斯认为 这一切全都是在作秀 讨他欢心 不过是顺便而已 不管你怎么解释 我都觉得我被忽视了 于是 为了让男人知道 不尊重老婆感受 有什么后果 在之后的聚会上 贝斯随便找了男人 搞起了暧昧 把胡迪尼气得当场离席 在家中大醉一场 胡迪尼是真心爱着贝斯 容不得一点绿色 You're my wife You're the wife of the great 胡迪尼 他怒问贝斯 为何这样待他 但贝斯坚决不承认 在绿胡迪尼 就像胡迪尼 不承认在忽视他一样 贝斯继续添油加醋 他甚至说 胡迪尼当年就是缺个 塞箱子的免费演员 才娶了他 差点没把胡迪尼 给气死 其实两人都是爱着对方 所以才会那么计较 那么在乎 如果不爱了 根本无话可说 而胡迪尼 遇到情感危机的同时 事业也遭遇了困局 因为电影业的兴起 人们不再去剧院看表演 胡迪尼的逃脱魔术 连续多场都是观众寥寥 大剧院老板都建议胡迪尼 要不换个小场子演出 能省些不必要的场地费 我怕你再亏下去 最后就要去街头卖衣了 但一身傲骨的胡迪尼 怎会掩败呢 这就是传奇魔术大师 胡迪尼人生的上半场 诗以为看名人传记 其实就是在观智者步伐 以助于我们 更容易走好自己的人生 胡迪尼伟大的地方 就在于他没有被神化 而是活出了一种极致的人生态度 每个人都是魔术师 需要不断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生命不息 问题不止 出生不是问题 时代变化不是问题 问题不是麻烦 而是成长和精进的契机 在下一集的剧情中 我们将会继续看到胡迪尼 是如何解决问题 迎难而上的 与不朽孝心查理卓比林的 《流量争夺之战》 以及与福尔摩斯的作者 柯南刀尔的《相见恨晚》 而又割袍断衣的《狗血经历》 胡迪尼从一个追逐名利的网红 又是如何转变为 社会良心的伪科学 打假先驱呢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见